转眼间到了2024年 我手头的M3 Max芯片的MacBook Pro 也差不多用了两个月 正巧最近为了玩游戏 也装了一台7800X3D 搭配4070的台式机 来得了我对如今Mac的内容生产力的看法 我把结论放在开头 在内容生产方面 MacBook Pro就是难以被撼动的六边形战士 而M3 Max的加持 一方面加长长版 更补足了先前的一些短版 首先我们来聊硬件 虽然外观设计方面基本没有改变 新款激进增加的配色 但是得说在整体做工设计上 如今Windows阵营的笔记本 能放到台面上对比的趋齿可数 然后再说性能 虽然如今X86平台 通过把台式机CPU搬上笔记本 实现了性能越境 而Intel也利用了先进封装 实现了更好能效比 但问题是在M3家族面前 这一切似乎显然有那么一些徒劳 单核表现上 4G定屏的M3 Pro的 Expect Inter17跑到了11.8分 超过桌面端的13900K和7950X3D 而隔壁155H则是远远落后 全16大核的7945HX CB2024 1669分 而M3 Max 12加4满确板 用低的多功耗就跑到1600分 虽然说M3 Max的CPU性能 不是绝对的最强 但是考虑到这些HX机型 本质都是移动台式机 因此在笔记本的CPU性能维度上 M3 Max基本就是天花板 而在10W功率上能效 M1 Max仍然是挡住 所有X86CPU的守门员 GPU性能方面 Solabay M3 Max能接近5万分 虽然说4060笔记本就能略超这个成绩 但代价是三位输入功耗 而XPS上的低功耗4070只能跑到31000 可见Mac在能效比上的优势 光吹生产率也是类似的情况 满血版M3 Max Blender GPU性能 大概和4070 100W差不多一个水平 当然60W的4070只能勉强追上残血版 另外移动4060 4070 只有8G显存也是个问题 Cinebench的性能方面 满血M3 Max超过4070移动版10% 可以说Renshift对Mac应该是有些优化 对比桌面卡的话 虽然M3 Max只有23090的性能 或者说0.4个4090 但考虑到未来还会有M3 Ultra 且桌面端RTX 6000A的显存和核心频率更低 可以说Mac在3D渲染上的生产力 已经到了可以和N卡打对台的程度 我这之前用3090的朋友 就考虑用M3 Max替代原案的3970X加3090的全塔台式机 在苹果官方的性能测试里 M3 Max光追渲染的性能提升幅度巨大 快了差不多有三倍 同时光山化的Viewport性能也有明显提升 从30升上远波动基本稳定到60 而除了性能之外 我认为Mac真正强大的地方 是它系统基础和创意生态 所谓系统基础包括整个开发框架 也就是AppKit UIKit还有Swift UI AppKit就是Mac的原生框架 已经支撑大量优秀的原生APP 而UIKit是iOS的原生框架 Intel时代就通过Catalyst的基础运行 今天的Apple Silicon兼容能力 能让这些手机平板App跑在Mac上 最后还有Swift UI这个新的开发框架 在提供原生性能的同时降低开发门槛 以及像Finder Preview这样的基础系统软件 连续互通 跨设备剪切板AirDrop 后来出现了通用控制 这些功能构成了Mac体验的基础 在我看来 不管是基础要求较低的文池类工作 像一般秘书、商务策划 专业的法务律师 还是依赖基础的工作 或转入管理杠的技术人员 都相当依赖这些基础的文字文档功能 在热门行业出现的新岗位 就存在频繁的工具迭代 这就对平台性能和框架提出了考验 就像最近火热的各种AI模型 对于Mac上容易使用的Swift UI框架 加上Metal和Core ML 能运行在所有Apple平台上 这就让这类AI应用的开发变得很简单 作为用户的你 只要在App Store上点击下载 就能获得这些AIAPP 然后用上这些AI生产力 得于M3 Max更强的性能和更大的统一内存 AI应用的表现有了明显提升 就比如我的工作经常用到AI超分图片 得于M3平台更强的NPU 几乎就是秒出图 比M1 Max NPU快了很多 这样就不容易打断写作思路 一就是Mac上出现了很多 原生框架的Wishperl App 这类语音视频输出字幕稿工具 对我们这些视频创作者来说非常有帮助 实实在在提升的生产力 包括加速播客作者的剪辑 目前利用多麦克风分轨来区分说话者 未来据说还能用声闻区分是谁发言 可以说是打工人的超级效率工具 RX的统一内存池能为本地大模型提供可能 比如我拿到96G版本 可以运行65B int8模型 工具显示需要73GB显存 由于96G其中有2分之2可以被GPU直接访问 因此能基本满足需求 这里我视频加快了8倍速 看着大模型大概以明表几个G的速度 加点内存的感觉就很刺激 可以看到右边Wild Memory常驻内存快速提升 以及我发现统一内存有一个有意思的特性 一旦模型完成加载 闲置的时候内存就会被回收到buffer页面缓存 需要用模型的时候 这些页面缓存就会秒变常驻内存 所以统一内存的大容量优势 加上灵活的特性 让Mac的传统生产力和AI生产力工具 能很好的同时运行 而笔记本独立显卡的显存 要受制于体积和散热 没法做大做快 而且调用很不灵活 桌面独显还得让DWM 浏览器之类应用吃显存 玩个游戏回来经常发现 Steam的窗口buffer被回收黑了 LM性能这边 我跑LAM模型进行测试 图表底的数据 为生成每个token化的时间 可以看到24GB显存的3090 4090面对65BQ4全部暴显存 这些卡只有在小尺寸模型的性能上 有存在感 而我们不难发现 96G满血版跑65BQ4 比满血版408G更快 说明满血版的内存容量 制约了模型访问的命中率 因此就可以看到 192GM2 Ultra的65BQ4性能 打败了408G显存的A6000 且它也是表格里维尔能跑 全精度65B模型的设备 另外一个则是非常抽象的30906卡 目前看到B站上的切素同学 能在128G的M3MAX上 跑70BQ8的模型 每个token用时200毫秒 而4090在内存的帮助下 跑这个模型得一秒出一个token 而模型尺寸越大 就意味着能记住更多的信息 特别是上下文的容量和尺寸相相关 大的上下文 对处理会议记录症的长文本非常关键 结合刚才的Wishiper 可以大幅度提升信息汇总的效率 可以说是今日职场必备工具 另外AI相关应用变多之后 让我注意到下模型过程中的网速问题 可遇到如今iPhone iPad Mac都支持WiFi6亿 我这里也从Unify借了一只U6 Enterprise 经过折腾确实能够搞出 这些设备的6GHz模式 不过因为我家也为了做掉顶POE 意外发现AP到交换机 2.5G速率协生不到 且6GHz因为强制室内低功率 跑出来略有丢包 所以测速基本就800兆左右 游戏方面 之前很早就提供Apple Silicon EA版的博德智门3 在M3 Max上也有很不错的性能表现 加上高能效优势 中文路上打发时间算是很不错的选择 苹果官方的性能测试 差不多相比M2 Max提升了三成 另外我发现 有点类似战第一的一松左和 也提供了MF版 虽然是通过Rosetta转译的 但还是能跑到70帧 这主Mac屏幕的高刷 还是有不错的可玩性的 加上Mac手感还像键盘 以及空间感的扬声器 总算是能拉大刷打发10帧 然后还能借助HDMI 2.1接口的VR高刷 点到电视上玩 加上生化危机村装 四重制版 去年上线的无人升空 还有过段时间上架全部苹果平台死亡搁浅 目测会有更多新作登陆Mac 另外就是苹果的DPTK 也能跑起来很多原生Windows游戏 我这里测试下Cyberpunk 2077 虽然FSR还是存在问题 但关掉FSR的情况下 M3 Max基本也够流畅游玩了 甚至不插电都能玩一个钟头 开低量模式压低特效 估计能玩更长时间 Apex也能开起来 甚至帧率直接跑满 但是AAC防作弊问题没法连服务器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有Steam Deck上的AAC Proton兼容层 所以最后总结的话 我觉得如今MacBook Pro是笔记本里最接近六边形战士的存在 也就是当你定下一系列需求的时候 Mac也许其中几项不是最强的 但一定是短板最少的一个 所以不知道你怎么看今年这一代M3 Max MacBook Pro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觉得视频有帮助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